大家好 弟兄姊妹 新年時我和老公分享了一篇訊息 我如何從小妹變成媽媽 小妹變成大媽的概念 是我們族長去修時 師母和媽媽想出來的 當時師母跟我們說 不如我們思考一下牧養力 究竟我們的生命是小妹 是大妹 是小姐 大姐 是小媽 還是已經是大媽 不是廣場舞的大媽 是新量很大的大媽 我們一群族長一起分享和思想 我覺得是很好的 是一個很好的沉澱 很好的想想自己的目樣 所以今集《媽媽的味道》 我邀請兩位族長來和大家分享 在族長退休內我們的得著 甚至我們的生命是怎樣從小妹 我見到兩位的生命都已經是大媽 大家一起是大媽 年紀是大 年紀是大 可以分兩位嗎 其實那次逐張退休 師母分享了這件事 其實我們一起進心去想的時候 其實這個過程 由小妹去到媽媽的過程 其實是人生中一個很豐富 就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旅程 其實我回想回頭 我很小時候回來六一 所以其實當時真的是一個小妹 我回想回頭 其實當時是一個小妹的時候 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媽媽 可能當時試試牧養 我記得我開始牧養時也很小 17歲就開始牧養小組 當時覺得去大夏年妹妹 好像自己成長一下 但原來在這麼多年的經歷 我慢慢在生命中改變 慢慢去學習做一個媽媽 我自己覺得這個過程 是人生中很開心和很重要的 我自己也很喜歡做一個媽媽 我想回想怎樣做一個媽媽 小妹怎樣變成媽媽呢 我覺得特別是在教會中 在師母的牧養中 我看見原來做媽媽是這麼開心的 這個對我自己的生命改變是很大的 由我完全不覺得自己會做媽媽 在一個小妹很擁抱自己做小妹 覺得我開始想做一個媽媽 開始很想去經營 開始很想去牧養 而且我覺得是一個歷程來的 由小妹 可能我們中間都經歷過我們做小姐 做大姐姐 陪著年輕人去玩 陪她們放榜 可能是陪伴姐姐的角色 但到了牧養中 我自己覺得她們一直長大 她們成長 慢慢發現自己的生良 我不可以只做姐姐 要解決她們感情的問題 她們前路的問題 甚至她們家庭的問題 就好像覺得我怎樣被牧養 開始做小媽 試一下 到她們就可以起來做姐姐 即是一步一步去到盡情 我知道柏奇都是有 因為你是一個很聰明的 職場裏面很聰明 很獨立的事業靈女性 但來到生命樹木養裏面 慢慢你都成為一個媽媽 我因為是單身 其實單身的限制在天然人裏面 我就沒有小孩 所以其實呢 比起兩位已經成為媽媽的 其實我們的生命的經歷本身 就已經比較沒有經歷到 有孩子這個部分 所以在心理上面 你要轉換成媽媽 這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關卡 那我來到六一之後呢 師母開始牧養我 其實她很早之前 她就跟我說 不要再做人家姐姐了 你要做媽媽 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很大的關卡 因為呢 我的天然人裏面 我沒有成為媽媽的經歷 那要怎麼樣去成為一個媽媽呢 所以也是在看師母 怎麼樣牧養的當中 去慢慢去學習 那我自己看到就是說 對我來講 其實你要牧養 其實也不是什麼難事 特別是職場的 因為我們在職場上有經驗啦 可以有很多的意見 給下面的組員 但是呢 我們的聲量 其實是不是真的是一個大的聲量 這個對我們來講 是個大的挑戰 因為自己一個人很簡單 你處理自己就可以了 但你要承擔別人呢 你還要想一下 他跟我什麼關係 所以其實縱使你很愛 可是我們可能走不到那一個 好像真的是血緣上的 媽媽跟孩子之間這種 這種不計較 完全包容 而且不放棄的愛 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真的在六一裡面經歷師母 跟我們之間關係的撞擊啦 還有很多的挫折裡面 那我們真的看到 哦 真的是做一個媽媽 其實你絕對不會放棄你的小孩 因為他是你的孩子 對 對 那我們就開始學習該怎麼樣 就是說 就不再是看他的表現 不再是看他是不是跟得到跟不到 不再是看他是不是有成績出來 乃是看這個孩子他的being 他的生命 他到底神賜給他 他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孩子 那去接納他 去擁抱他 從這個裡頭生出來的愛 其實你就不會用一個固定的 好像task你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才叫好 就我們就會慢慢脫去 那個世界的價值 然後真正轉換成為生命術的價值 那當我們能夠看到一個人的being 其實每個人的being 真的都很不一樣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你的組員裡面 其實很多不同的人 很多不同的色彩 其實是很開心的 這個牧羊呢 轉換出來的這個感受 還有那個之間的關係 就越來越自然 然後也越來越輕鬆 也沒有要達到什麼標準 目標 沒有 然後彼此之間的愛可以更通透 那自然而然這個關係越來越好 就能夠就是 真的那種愛你就不會放棄 然後你會不斷的不斷的去滋養它 然後不斷不斷的在牧羊裡面 大家一起成長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就是六一非常非常特別的地方 在有牧羊的地方 其實是讓我們不管做組長的 做小組員的 生命都得到突破上身 是 所以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是, 我也很記得在俗養退休最深刻 其實是怎樣作為一個媽媽 是不放棄的愛 就是一個堅持到底, 包到底 我覺得在我生命裡面 就是怎樣由一個姐姐變成一個媽媽 這個位置真的很需要突破 就是當你的祖縣 你去到一個位置都覺得 我真的很激氣了 我真的很想放棄的時候 其實又再想起我一個媽媽是不放棄的 甚至我們被牧羊 其實我們也有激倒師母的時候 是 那師母怎樣不放棄對我們 我覺得這個位置都是一個突破 我可以的 我可以再愛一點 我可以再憐憫多一點 我可以再比多一點 我覺得在你們的生命裡面 怎樣突破一個 由姐姐變媽媽的關口 其實我覺得絕對是一個 Love and Trust的道路來的 我想是我們都先經歷那種悲哀 在牧羊師母身上經歷那種悲哀 我們自己走上Love and Trust的道路裡 因為我發現原來 剛才說到B型 我也很同意 其實原來我們看我們的祖縣 我們去看B型的時候 其實我去神怎樣看我們 牧羊師母怎樣看我們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我覺得都有做媽媽的B型 但可能過往未必是這樣相信 可能成長或經歷或在你的環境裡 我就覺得我未必有 但當你走上去的時候 發覺原來因為神都將這份愛給我們 我們都是這樣被牧羊 taste過那種美好 原來是可以的 在一個愛以信任的道路裡 其實是可以的 我覺得是這個眼光 Amen 我們每一個都有做媽媽的B型 是呀 很同意 其實我們自己被愛夠了 從神來的愛 從我們肉身父母或者是屬林父母來的愛 足夠了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不會那麼自我 其實這個也講到那三座三 其中的那個自我的那座三 其實我們怎麼樣從這三座三自己可以出來 我們可以開始走愛與信任的道路 才有辦法真的帶領 真的小妹可以出的來 因為我們自己走過 那我覺得真的就是 我覺得很特別的 就是職場上很多的 比如可能到我這個年紀的人 很多人其實已經被職場形成到 已經就整個遍體鈴桑啊 或者是很辛苦的狀態 或者是已經非常僵硬了 那怎麼樣再去領受神的愛 或者是在小豬裡面被愛 去軟化它 去改變它 我覺得真的是收愛收得多了 當然也要懂得收愛 因為有時候很僵硬的時候 也是收不到愛的 那真的慢慢浸泡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慢慢能夠收到愛 你心裡面的愛充滿了 其實很多事情你都不計較 那很多你也有力量 可以繼續走下去 所以真的就是出了三座三 走上愛與信任的道路 真的是one way 唯一條道路 Amen 弟兄姊妹 所以無論你是什麼年齡 你是職場還是尼美人 甚至你是單身還是結婚 原來神真是把一個做媽媽 做爸爸的B形放在我們裡面 其實這就是天賦 因為天賦都是用爸爸媽媽的愛去愛我們 所以神言每個小組長 每個弟兄姊妹 你心裡都會出媽媽的味道 可以祝福到更多的人 祝福大家 Am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